好的,那麼您進到我們這個任務裡面 這裡有一個有沒有,線上雲端編輯 你把它點進來,可以直接連到那個 SMIC這個雲端線上編輯 你就按一下,好,就進到這邊啦 那麼你往下走 Enter 它就會要求你啦 有沒有,你就需要做3RM的動作 點一下 這樣就可以 那我的已經有了,所以我就直接登錄就好了 好,登錄一下 有沒有發現我檔案在上面 所以雲端有個好處 同步嘛 你今天走到哪裡 我就可以直接把我的檔案打開 像我們今天講的就是在這裡啊 你們手上那個版本 我看一下我有沒有放上來 沒有,這個是我下禮拜要講的 在這邊,你看這個 這個是我在中正 中正那邊講的主題 可是呢,我這個主題 不是只有像你看到的這麼少 我把它縮小一點 你現在看到這是第一頁對不對 按滑鼠右鍵可以拖曳一下 你看過沒有很多份頁 我們原本的那個剛剛那個標籤就在下面 所以 今天講的是在這裡 哇,因為我的內容太多了 有沒有看到這裡啊 所以你們的簡報是這一份 這樣,沒錯吧 OK齁 我是放在這邊的 所以我一個新日圖裡面 事實上我會有好多的 你看我從2013就開始有這樣的主題的構思嘛 然後慢慢的又越來越多 就是即使我是相同的主題 可是我還可以發展不一樣的內容 對吧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所以你可以先稍微註冊一下 那註冊完了你就可以登錄 那麼你在上面也可以直接怎麼樣 建立新的喔 你看右上角 有沒有一個建立新的 只是當然雲端上 我是覺得它的圖示沒那麼漂亮 可是它的好處 因為我們在發想階段而已吧 所以你怎麼做還好啊 基本的功能是都在的 你要比較漂亮 等一下我們就帶各位到 S-Mine裡面 單機板裡面 看怎麼樣登錄雲端的那個帳號 一樣可以顯示出來 這樣OK 來